在脑里面也有我们的水道 水道不通的时候 就会变成泛滥 上游会泛滥 就变成脑室这个地方 它就会扩大 扩大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水脑症的一个 70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所以在这个之后 他就接受到引流的一个手术 也就是我们把水脑 这个脑积水液的水 引流到腹腔这个地方来 或者引流到积水 脊椎那个地方来 现在都可以做这样的 不是很复杂的一个手术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脑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些细胞 它会分泌我们的脑积水液 所以让我们的大脑 好像浸在我们的一个脑积水液里面 它一方面供给营养 一方面有荷尔蒙等等 化学物质的那样的一个释放 更重要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脑 在这个硬硬的头壳里面 也有一点点水的一个呵护 缓冲来保护 但是如果不通 这个地方不通的时候 上面这些它就会扩大 那就形成了这个脑室里面变大 然后我们正常脑有萎缩 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的病人 做完这个以后 症状恢复得不错 但是还是有些失智的一个状况 但是本来就是失智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那家属照顾非常用心的 后来又发现不对 比较倦怠 没有什么反应 也不太讲话 所以这些都是照顾老年者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也就是平常怎么样子 现在的表现 有没有变得比较差一点 而且他发觉到 那赶快要送到医院来 所以当时 这个家人会想的 是不是发生中风的一个状况 结果来了以后 赶快给他做检查 发现确实反应是不对的 这给他做核实共振的时候 发现这边 这个整个 这是出血 这是大量的出血 这是硬脑磨下的出血 而且是两边的硬脑磨下的出血 那有一些是比较新的 有一些是比较旧的出血 所以知道这个以后 那当然我们就要把这个 出血的这个 因为他这个量很大 已经压迫到脑子的一个状况 给他做小的一个伤口 然后把那个地方的一个血块 给他引流出来 这个病人恢复的形状不错 所以告诉我们说 家人的一个陪伴跟照顾 虚寒温暖 观察 然后及时的反应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让这个家人能够重新 还有那一份的一个这个照顾的一个互动 所以逞抢再怎么抢 都还是阻止不了很多的事情 撤掉那一份的一个隔阂吧 当然你说看 再会